提前刘备一步结拜了关张二人 让刘备欲哭无泪 不对劲呢 十分得有十二分不对劲 给我把他绑树上 拿鞭子来 将军将军 饶命啊 我可都按您说的做了呀 闭嘴 我让你贪污 我让你贪污 狗怪 你个狗怪 不要打了 不要再打了 疼死我了 饶命啊张将军 赵氏扯着嗓子尖声求饶 很快就吸引了不少无极限百姓 打使他 打使这的狗怪 听听 这么多百姓 一个给你说情的都没有 狗怪 你是真的狗啊 一个黑脸贼 我明明好意送你 还敢骂我 我打干你个狗怪 城外 半城黄金贼的炎梁 还苦苦等着县令出城 这都一天了 怎么这人还不出来 你进城看看 甄家庄内 下人们正在布置着流氓与甄将的婚事 朱公 朱公 义德他在城里叫人给打死了 这个义德 历史上他打了毒油 这怎么到了我这 直接干死县令了 幸亏 幸亏我现在坐在高位啊 不然 哎 罢了 公祭 你派人告知县城真杨 也就是真将的二哥 从此他为县令 命他即刻搜出县令为交出的赃物 搜到后全部压在县牙 他自会懂我的意思 诺 看着炎梁的身影 流氓苦笑连连 县令不可能将赃物尽数交出 必会携着大部分跑路 从而在城外截杀 没想到张飞直接将人 数日后 再次来到了流氓的婚礼 不亏是山谷 竟邀请全城百姓 还不收礼金 公祭 我不想冒钱了 来都来了 不如去免费吃些酒食 何况 你刚刚从洛阳辞关 眼下富贤在家 岂不是浪费年华 公祭 此人身为当时大卢彩师的弟子 不知自爱 就与山谷之女结亲 我 休与其为我 你这个嘴啊 不愧说话 下次就闭上嘴 真家商铺所在之城 皆有周同阶级百姓 你不怕百姓冲你大嘴吧 别乱说话了哈 记住了 眨眨眼 喜夫 我感染了风寒 你差点没憋死我 赶紧进去吧 大家吃好喝好 气煞老夫 此子不该叫你 我教了这末多天 就一句知好喝好 厚生田风 见过蔡公 你是巨鹿 田家之人 正是 晚辈曾在京中任职 有姓灵听过蔡公 为门声软鱼起祸 因此也算是半个弟子 原来如此 即在京中任职 何不出信于此 这 在下因不满宦官乱政 愤然辞官 不错 既然 傅贤在家 何不到安北将军 仗下效力 也算是不负所学 别看老头 总说小徒弟 怎么怎么于目脑袋不可教 但遇到感官不错的人才 还是十分向着自己弟子的 护生此来正有此意 不过梁琦尚且责目而期 宫宇 晚代举兽见过蔡公 既是元昊之友 那便在堂内坐下吧 待大礼过后 我为你二人引荐一番 多谢蔡公 晚上 洞房 丁 恭喜宿主收服红颜 获得稀有附魔 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鬼 一日 未来元少账下的 举兽和田丰 这举兽的才能可是不像卧龙凤厨之位 我官二位仪表不凡 老师又夸赞二位有大财 而眼下我刚刚道任 并无文理 不知可愿在我账下效力 面对流氓抛来的橄榄枝 二人虽然有所异动 但却没有急着接下 君则臣 臣义责君 不知将军于眼下的局势如何看待 呵呵 上来就试探我呀 为人臣者 不宜妄论天下 持身守正 坐看云起 将军所答 虽非在下所问之事 但在下却也知晓一二 不知将军打算让在下居于何职 又是试探 根据历史记载 举兽有统军能力 又是谋士 我麾下上缺一主部 不知公于可愿屈居于此 主部一直虽是文职 但却是军中的文职 算是文职中极为重要的职位 主公于是陈门 高瞻远处 知人善认 寿 愿效全马之劳 恭喜宿主招募举兽 奖励稀有附魔 赤龙 又是一股马位 好好好 奈得公于辅佐 犹如如鱼得水 元号 不知你有何问题 如若在下不愿为将军效应 将军可愿放我离翅 四元号这般大财 若不能为我所用 必为我所 流氓先是洋装杀意十足 在说完之后便见到田锋有些复杂的神色 元号啊 开个玩笑 不要紧张 你大可以离去 田锋拜见主公 恭喜宿主招募田锋 奖励稀有附魔 凌霄 怎么又是马位 今日喜得两位大财 本将军心中甚是高兴 二位可愿与我促膝长谈 甚好 公于是觉得 若是将中山治理得太好 会引起陛下的猜忌 不错 主公虽有蔡公教导 但十日尚前 若是将周山郡治理得井井有条 陛下反而会觉得主公此前在藏镯 一个人唯有在图谋甚大之时才会藏镯 不是吗 这仨人究竟什么关系 不是刚刚才认识吗 这怎么一聊就是一整天 连中午饭都没吃 最主要还背着我们 是不是在背地里说咱们坏话呀 将军 有一女子 说是刘将军故人 要见刘将军 大哥 有娘们找你 为何来寻我 目前我黄金十万大军在太行山中 而你刚好在中山区围观 距离太行山又太近 以免发生摩擦 不想与我发生摩擦 那就与我的中山远一些吗 你 说吧 到底什么事 我想再和你做比较义 当然可以 上次我们的合作就很愉快 不是吗 你是很愉快 可我父亲还是没了 而你 亦非冲天 好了 我猜你应该是想从我这里购买粮食吧 没错 你们十万人 这样下去只会坐吃山空啊 不如想想别的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如果不做的话 我可以给你钱 你也知道 我这边缺人手 地多 但是没人了 包吃包住 借我几万个人种地 怎么样 种地 对 况且 就你山上那点妇女 男人娶不了妻 就算娶了 难道以后的孩子继续做小山贼 这 这件事我回去和他们商量商量 不过 粮食的问题 你能做主吗 我可记得 真家当家的可是个女人 瞧不起谁呢 男人 顶天立地 当家做主 流氓可是不想这波黄金遗产丢了 足足十万大军 虽说良有不齐 但精挑细选后怎么也能剩下两万精锐吧 能满足的尽可能的满足 在真家停留了数日后 流氓继续带着人马离开 同时还将那些从赵县令手中收缴来的赃款带走 至于如何洗白 那是真摇该做的事 叔公 为何要绕远路啊 咱们完全没必要去安息县呢 安息县有位故人 我想去看看他 自从受勋结束后 刘备就直接离开了京城 前往了安息县 故人 若有才干的话 主公此番举动倒是可以让其归心 为主公效力 你该不是怕是想让我早点死啊 然后好继承我的家产是吧